Hello 大家好 我是房车阿彪 欢迎收看本期房车阿彪说 就您上一次视频的一个分享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 很多小伙伴在后台私信阿彪 让阿彪多分享一些关于房车配件的一些产品的一些知识 那这一次视频我们来具体聊一聊房车踏步 说到踏步呢 目前我们分为手动款和电动款 手动款踏步它有1级的 有2级的 有3级的 有5级的 那电动踏步的话 目前我们有1级踏步和2级的电动踏步 当然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款品推踏步 是我们做的新品 也有手动和电动款 那具体的这些踏步它用来哪些场景 哪些用途 哪些车型 我们来具体进行一个内容分享 首先 第一类就是手动款的9点房车踏步 这款价格比较亲民 使用也比较方便 大家看 踏板基本都是铝制的 保证踏步整体的一个芯片 踏板上这个位置是踏板的防滑设计 这里凸起的部分不光是踏板的防滑设计 也起到一个加强踏板强度的一个作用 踏板的结构件 阿彪还是推荐使用这种高强度碳钢 因为这里是受力部分 铝合金无法满足这里的需求 碳钢具有较高的强度以及硬度 适用于承受综合载和压力的场合 比如像我们机械零件 汽车轮毂和钢轨等等 用在这个位置是非常的实用 同时 碳钢的表面硬度较高 可以有效抵御摩擦和磨损 那对于我们日常使用 那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弹簧 弹簧不能太粗 太粗打开会非常困难 不能太气 太气又不耐用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手中折叠踏步 阿彪认为双弹簧是最合理的一个设计 第二类就是电动缓的折叠防车踏步 目前有一级电动踏步 二级电动踏步 电动缓的踏步除了咱们手中缓 聊到的那几点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电机与控制系统 电机阿彪推荐使用双电机 更具备稳定性 单电机的故障率比较高一点 目前我手上这一款是感应时开启和关闭 除了这个还有按键开启的方式 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除了刚才咱们聊到的手动踏步 电动踏步之外 给大家能介绍一个大概 这是目前以前看到的五级手动踏步 适用于我们的重卡房车 它相比较一级二级三级手动踏步 结构也有所区别 它层次比较多了 然后整体的造型也像一个大箱子一样的 是非常方便 按照于我们的防征点 具体我们用视频来进行展示 这个位置是吸尘杆可以辅助打开 然后关闭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锁扣 有一个锁可以进行辅助关闭 刚才咱们聊到的那一款是五级的手动踏步 它更多是用于我们的重卡房车 会比较多一点 那现在这款小家伙 它用于我们的鱼鱼车 四行车会比较多一点 材质还是采用了一个碳钢的材质 中间的踏板还是使用了铝合金材质 加上我们的防滑设置 阿彪觉得这种材质还是比较更加可靠耐用 打开闭口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款是手动款的一个平均踏步 电动款的踏步 咱们下期视频给大家做具体介绍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对阿彪的支持与热爱 阿彪为你更优质的内容 会不会给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 记得转发和关注哦